好 欢迎见到大家 我知道今天下雨 大家都能够平安来到 感谢主 我们一起去看《圣经》 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二章 启示录第二章 我们一直讲这个系列 就是看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书信 耶稣写了七封信 或者发了七封信 给当时的第一世纪的教会 当时他们在不同的情况里面 在不同的挑战里面 这七封信讲到他如何看教会 我相信这些七封信 也对我们教会有很多提醒 基督如何看我们教会 基督写信去你的家 或者写信给你的 如何看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或者一个基督徒的群体 首先之前两次我们看了头两封书信 我们说这七个教会 它是顺着一个游帝的路线 游帝一个教会是以弗所 然后去到第七个教会 叫做奴帝加利奥特斯 我们看了以弗所和史梅达 这次我们是第几个教会 第三个城市就是别加摩这个地方 结别加摩 这个是以前的一个古城 是一个很大发展的古城 因为你看看它的剧场 你看看那个城市有没有规模 你就知道它的电影有多大 有二万人的电影 如果你要去一个城市 美国也是 有哪个stadium在那里 哪个football team等等 有一个大的stadium 就代表了那个城市 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城市 这个城市别加摩 是在今天的土耳其西岸的地方 比较多人一点 如果你这样统计的话 我们这样去尝试估计当时 有多少人的城市 有15万人可以 15万人 对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市 一个很大发展的城市 里面就有一些的教会 有一些初期的教会 初期的信徒 聚集的地方 很多时候他们在家庭里聚集的 不像我们今天有教堂 或者有个facility我们能够去到 他们在不同人的家里面聚会 基督就写一封书信给这个教会 我们说过写过给以课所 也都写过给师妹 现在是写给第三个城市 叫做Pergamon 这个别加摩教会 第一节这里这么说 十二节 他说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 说那有两人利劍的 这样说 我说每一封书信开始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自称的 基督怎样自称 基督怎样自称 也都是跟当时的处境很有关系 什么叫两人利劍呢 这些是当时罗马帝国 他们最大的其中一个徽号 或者最大的一个记号 是代表他们政治的 军事的力量 类似一把这样的两人的利劍 大概十八至十几寸的墙 这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最大的标志 就是说他们是作主的 他们有权去审理 或者有权去管理 统治你 或者统战你 这是一个political symbol 政治的一个徽号 政治的一个象征 我知道我们美国都快要大选了 就是政治 一讲到政治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话要说 有很多话要说 或者令到我们很生气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地上最大的权兵 就是政权 是吗 你觉得你家里是否最大的理 是 可能是最大的理 但是在社会里面 地上最大的权兵 最大的力 就是政治 所以一说起这件事 大家就很紧张 而且每一个的政权 都希望我们能够对它效忠 只是向它效忠 你不说它是左还是右还是中 哪一个政党都是想你向它效忠 在当时教会 当时的第一世纪都是一样 政治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社会的因素 当时的罗马王 甚至是守本地的那些所谓特首 或者官 或者总督等等 他们都是拿着一把这样的刀 一把这样的两人的利监 代表他们能够去惩罚 能够去统治 能够代表朝廷 代表中央代表他们最大的罗马帝国的政权 你应该记得当耶稣被审的时候 你记得耶稣被审 他去过不同地方被审 被公会被审 或者被犹太人去审 然后被罗马人去审 你记得他见彼拉多的时候 他说过什么 你记得吗 第十九章《弱人福音》 他见彼拉多的时候 因为耶稣不说话 他没有任何的对答 彼拉多就问耶稣 他说你是不是不说话 为什么你一声不说话 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刺给你这个权柄 你是毫无权柄扮我的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人 他的罪更大 耶稣居然说一句这样的说话 一个将会被杀的羔羊 一个手梅串铁的人 他说如果你想扮我的话 你要知道 sorry 背后有一个权柄 是比你更大的 那个说的是上帝的权柄 不是上帝的权柄 他将耶稣交给彼拉多的话 彼拉多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机会 没有这样的权柄 没有这样的时间 没有这样的地位 来审计他 耶稣说上帝才有最大的权柄 上帝才有最高最高的政权 不是你 不是你一个罗马的定方官 或者也不是罗马帝国 所以这里耶稣介绍自己的时候 他说哪有两人利劍的这样说 耶稣说他才有两人利劍 不是罗马帝国 不是地上的政权 也不是我们美国的总统 谁才有两人利劍 是死而复的耶稣 你想想这个有多大的宣告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 可以说得出的说话 很多时候我们看 特别是一些 可能刚刚开始认识信仰的朋友 或者开始认识圣经 或者去了解这个基督的信仰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耶稣不是一个 他说很多东西 或者自称很多的一些说话 不是普通人能够说得到的 除非他是疯狠 或者他是一个很大的骗子 或者可能他就是真正在说真理 他说他才有两人利劍 当然我们需要去理解地上发生的事 我们需要理解我们今天这个世代 有什么需要 政治里面有什么风 或者有什么言谈等等 我们需要去分别 这些我们要认识的 不过我们要知道 在我们这对话的背后 只有一位是值得我们效忠的 就是哪位 耶稣基督 不是政党 不是地上的国家 我不管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哪个国也好 没有一个国比天国更大 我常常觉得很有趣 我们紧张的事都是地上的事 偏偏天国的事我们不紧张 是不是 教会成不成长 I don't care 但是最紧张的是什么 我喜欢哪个能够做到总统 我喜欢哪个政党 行什么政策 这个我最紧张 我不是说这些不紧张 我们需要关注 不过最紧张的应该是 最紧张的是天国的发展 天国有没有在地上有权柄 耶稣说他是那位 有两人的利劫 教会 一个讨耶稣喜悦的教会 就应该要我们关心的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应该是天国和福音 对吗 一个基督徒 一个教会 最应该关注的是上帝自己的天国 在地上的权柄 介绍了之后 第十三节 他说我知道你们别加摩地方 你们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存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 没有否定我的信仰 没有否认我的信仰 在这里说得很有趣 我知道你们的居住 我知道你们住的地方是怎样的 就是别加摩是吗 就是当时那个古城 当时教会就存在在这个城市里面 这个当然是他们的 physical address 就是好像耶稣跟我们说 我知道你的居住 你就住在哪里 你就住在芝加哥 你就住在你现在的城市 香港等等不同的地方 你的physical location 但是这里说的不是单单 你地上的physical location 是说你的spiritual location 他说你的spiritual location是什么 是撒旦的座位 是撒旦的座位 在说什么 在别加摩有一个很大的祭坛 是当时很有名的 有百多尺寸的 百多尺寸的 一个很大的祭坛 是被宗司的 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一个大神 大的神明 大的假神的神明 就是一个这么大的 宗司的大祭坛 现在你想看这个祭坛 可以从德国看 在布林 布林有一个秘书 叫做Pergamon Museum 就是别加摩的秘书 为什么呢 因为早年的时候 德国佬就去了土耳其挖东西 然后挖到这些东西 对于当时欧洲人最流行的 挖到什么就怎么办 就搬回家 所以他们逐一块石就搬回家 然后搬回放在德国的布林 然后建了一个博物馆 然后去做展览 当时找到这个叫做Other of Seuss 给祭司的大祭坛 当时别加摩的人 他们就知道这个祭坛 是一个最出名的祭坛 耶稣就说这个祭坛 就代表着你们所住的地方 是一个撒旦的座位 那些德国佬把这些石搬回去 然后砌出来的时候 当时是1930年的时候 1930年的时候 就开放给德国的民众来参观 就是几年之后 德国纳粹党 他们因为有很多的政治集会要做 你记得希特拉 不是很久之前 对吧 因为很多政治集会 德国纳粹党有很多政治集会 很多人聚集 所以他们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城市 他们就要去建一些大的广场 然后可以给一些政治集会用的 其中一个德国纳粹党的建筑家 Albert Speer 他就说 如何去建立一个大的政治的广场 让别人聚集 然后向这个政权效忠 他就去到设计一个Plaser的时候 这个Plaser在Lumenberg 他就用一个这样的灵感 他说刚刚搬回来 这个宙斯的大祭坛 他就用这个祭坛做一个model 然后弄了一个大的广场上面 一个大的楼梯 一个大的建筑物 叫做Sippelinville 然后把这个广场变成一个 纳粹党的效忠的广场 然后过几年之后 希特拉就在这个广场上宣讲 他的政治言说 这个就是Thorn of Satan 就是撒旦的座位 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他们住的地方是别加摩 但是耶稣提议他们的一样东西 你们住的地方 其实就是撒旦的居所或者撒旦的皇位的地方 就是说教会是需要知道他们住的地方 不是单单是他们的 physical location 而是他们的 spiritual location 就是我们需要看背后 要看到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外表可以看到一些很宏伟的建筑 可以看到一些很宏伟的建设 或者一些基建等等 但是耶稣说 但是耶稣说你背后要看到的 原来是有属灵的势力 魔鬼的势力在背后 大家知道资加哥是否漂亮 资加哥好天的时候挺漂亮 天气好的时候是很漂亮 但是你知道资加哥 特别是在美国浸会的那些 network 我们讲到资加哥的时候 大家知道资加哥是其中一个最难 去到全福音 去建立教会的地方 每个人听见资加哥的时候 就想起什么 睡多 是吧 贪污劲 还有什么好啊 拍好够多 耶稣说 你背后是有撒旦的势力 这个地方是其中一个最难最难 去到建立教会 或者最难去到全福音的地方 别加哥也是一样 你想想你就在祭坛的旁边 去建立教会 那些人去拜假神 那些人去上香奉献 去给假的神明 你怎么去传耶稣基督福音 是非常困难 事实上这封信也有说 它说他们当中有忠心的见证人 叫做安提伯 安提伯 在你们中间 可能这个人是当时教会的一个领袖 很清楚他应该是因为见证福音的缘故 所以他就被杀 在第一世纪里面 在第一世纪里面 教会遇见这些领袖 殉道 Being martyr 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你记不记得 施洗若干 施洗凡 雅各 彼得 保罗 这些相计都是在第一世纪 逐个逐个 是被罗马帝国去到迫害和去杀害的人 写这封信的时候 应该是主后的一世纪末的时候 有另一个 这里就是说别加摩的其中一个的领导 Antibus 他说的是faithful witness 是一个忠心的见证人 这句说话应该是说 这个安提伯曾经是被提堂的 然后在法庭上 他去到被审判 然后当时的罗马的官 就要他去到 Cursed Christ 去到 咒助基督 如果你不咒助基督 你就要人头落地 很明显这个安提伯 就是经过一个这样的审讯 然后被杀 然后信道 但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居所是撒旦座位之处 也知道你们中心见证人 安提伯在你们中间 坚守我的命 这个教会 是一个耶稣所欣赏的教会 在撒旦的座位里面去建立教会 在一个反对基督 和不信基督的一个文化里面 去建立耶稣的群体 是耶稣所欣赏的 耶稣说 I know 他说我知道你们的难处 我知道你们的suffering 但是我 应许 我会在你的苦难里面拯救你 不是拯救你脱离苦难 而是拯救你经过这个苦难 这个被耶稣所欣赏的教会 是一个相信上帝权能的教会 否则他们每个都会不会去教会 在一个这么困难的地方 他们仍然坚信仍然去见证 这个是相信神权能的教会 我想问我们是否一个相信神权能的教会 或是我们有任何困难 有些风吹草动的时候 我们就缩下来 耶稣所欣赏的教会是一个 相信他权能的教会 忠心的见识 第二方面也说到他们的教会 是一个相信上帝封盛的教会 或者应该这么说 耶稣希望他们能相信上帝是有封城的供应 不需要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封述的下半节 他说什么 他说十四节 他说有几件事我们一定要扎给你的 就是你们中间里面有人 是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即是巴兰曾经疏摆巴兰 将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史丹文贼过偶像之物 并且犯淫乱 同样在你里面也有人服从尼加尼 不是尼加拉瓜 尼哥拉派的教训 尼哥拉派的教训 他说什么 不熟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一头无水 他说了一个人叫巴兰 巴兰在旧约里面是其中一个非常出名的先知 是一个假先知 巴兰这个人出名的是什么 你记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然后走过抗亿四十年 然后他们就来到加拉瓜的门口的时候 他们曾经绕过一个地方 绕过一个地方叫做摩厄地 摩厄地有个盲叫巴勒王 巴勒克 巴勒克 巴勒王 巴勒王因为这些以色列人 要经过他的地方或者在他外围经过的时候 他就很不喜欢这些以色列人 不喜欢这些以色列人 他就去请了一个假先知叫做巴勒 这个巴勒在当时先知的江湖里面是很有名的 就是作法或者有很多的 或者熟灵的撒旦的力量等等 所以就叫了这个巴勒 请了他 给钱请他 然后请他做什么呢 就是去curse Israel 就是去奏座上帝的子民 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在文数记23、24章 记载一个这样的故事 一个假的先知 收了钱 然后就去奉命的去curse Israel 当然那个故事最后是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耶和华去阻截了巴勒所做的事 你记得那个识说话那个奴仔 那个故事就在这里出来 他说这个教会 别加摩教会 有些人信同了巴勒的教导 是吧 假先知的教导 这个假先知曾经是疏摆巴勒王 将叛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使他们去到犯罪 第一 他们服从巴勒的教导 第二 这个教会因为服从了巴勒的教导 所以吃制过偶像的食物 然后也犯淫乱的 这个很奇怪 背景是怎样 大概应该是这样的 当时的人在不同的城市 因为有很多庙 那些庙你才能买到那些制狱 或者你要加入那个association 或者你加入那个庙 然后你才能够吃到那些东西 每逢过年过节 初一十五的时候 那些庙就会有大的盐植 然后大的盐植里面 他们有肉 有一些平时比较难买到的食物等等 他们就有一个大牌盐植 在庙里面大牌盐植 但是你要吃的话 你要加入他们的association 等于你要加入Costco买东西 你一定要加入Costco的membership 当时就是这样 你要加入一个Tempo的membership 你才能够进入里面 有一些基督徒 因为这样的压力的缘故 有经济压力 或者有不同的引誘的缘故 他们就一定要加入这些association 然后他们才能够加入这些活动 等于今天 如果你说这里比较少一点的问题 可能希望少一点 如果你要吃齋的话 你就去哪里吃 你要去佛苗吃 你一定要加入佛苗的association 才能加入那个围台 你喜欢吃齋吗 OK吧 但是你一定要加入那个Temple 你才能够进入 这个就是基督所责备 教会去compromise的地方 是为了一些benefit 为了一些自己的好处 无论是土福的好处 或者一些关系上的好处 商业关系上的好处 他们就要放弃信仰 放弃基督的信仰 然后加入这个association 他们才能够有份参与这些活动 在这里说了什么 他说有几件事我要责给你的 责给你就是你服从了巴仁的教训 什么意思 就是说将信仰 turn it around 变成我们得到好处的方法 以宗教之名 以信仰之名 或者不理信仰 我们尝试去拿一些的benefit 尝试去拿一些的好处 尝试去拿一些的好处 帝影师妹跟我说 他自己曾经去过一些不同城市的教会 还有一些很大的教会 他跟我说那些教会的牧师 是有自己个人飞机的 有自己直升机飞去做事 因为牧师很忙 所以他就要乘搭飞机去 他跟我说 他那时候去的那间教会就是这样 然后在教会里面立联 因为为什么 因为很多钱银上的瓜葛 特别宗教领袖对钱银那种利用 我在喝咖啡的时候 我听一听 我自己如果有架飞机挺好的 好不好 好吗 好啊 但是也要奉献一下 特别宗教领袖对吧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我意思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是以宗教之名为自己有benefit 自己有好处 是in the name of god 我真的不能想象 我的车都拗了头 或者大家聊这些故事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人宁愿去那些教会呢 为什么会有人宁愿去参与那些活动呢 是吧 这个起不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最大的妥协 虽然是给了一些人自己有一些福利 有一些不合道理的 unreasonable的 一些这样的benefit 对不对 他说我有几件事要执行给你 就是你把信仰 turn it around for your own benefit 这个就是巴兰的教导 基督劝语这个教会做什么 他说所以你们应当悔改 若不悔改 我很快就会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利剑来攻击他们 犯有意的应当听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得性的 我必将那 隐藏的玛拿刺给他 并刺给他一块的白石 石上面写着新的名字 除了那 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够形成 这个是一个很严峻的警告 就是如果你把福音 把信仰 变成了我们自己有benefit的话 上帝的审判是严厉的 上帝必会审判 一个很大的warning 我把我口中的利剑来攻击他们 耶稣吩咐 如果你跟我的话 你先相信 你全然相信我 你知道我会供应你 你知道我会 去保住你的 你不要说先来 上帝你先来给我有福 上帝是最大的权能 不到我们在他面前 去到bargain 相反的上帝说 我邀请你 你去跟我的话 你相信我的话 你先全然相信 然后我会 供应你 你信得过我是一个 有封诚的上帝 他说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得胜的话 就会有隐藏的玛拿来赐给你 什么叫隐藏的玛拿 玛拿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四十年的时候 上帝每一天去到赐予给他们 没有多也都没有少 上帝有忠心的去到忠实的 按照他应许来供应你的需要 把玛拿也赐给你 你也把白石石上有新的名字也赐给你 你知那些罗马城 周围走街的时候 你就见到很多这些云石 然后刁了 罗马王的名字 哪个大官的名字 那些是谁名称使的 永远有人remember 永远有人去纪念 耶稣说如果你是得胜 你是相信我的 我就赐给你 那白石上有你的名字 就是我会remember 我会记住你 在我记忆里面是不能够拆去 因为你remain faithful 对啊 弟兄姐妹 最后我今天去到呼吁 就是这一段的圣经 repent 悔改 让我们悔改 turn around 这位满有权柄的耶稣基督 是值得我们的 全心全意 你都去相信 Obey他 信服他 其他东西他会供应我们 是 要相信上帝的权柄 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奉承的 好吗 我们听完这封信的时候 让我们有点时间 我们祈祷好吗 今天去反省一下 到底我有些什么 是我需要悔改 回到上帝面前 相信他的奉承 相信他的权柄 这段时间 大概一分钟 让你在上帝面前 你都默住 好 好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权柄 并且口里面有两人利劫 满有权能的主 主要你再一次 来到你面前可以认定 你才是那位独一的主宰 是值得我们全心全意 来到你相信信教 主要你求你 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 主要我们知道 我们跟随你的时候 我们先说的不是 我们有什么条件 我们先说的不是 我们有什么福分 而我们先去明白 你是那位真正的主宰 让我们的生命 是被你所统治 让我们的生活 被你所带领 主帮助我们来到去 听你的说话 去跟随你 也都让我们相信 你是那位满有恩典 满有权柄 你的供应 是充充足足的神 主要求你 给我们软弱的信心 能够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完全 向我们全心全意 敬拜 去相信你 主要从我们自己 个人的生命里面 我们成为一个真正 去跟随你的人 从我们的家庭 我们自己生活里面 每一个的关系 主要让我们见到 你是那位 在我们中间 统治的上帝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行言 我们的举止 我们所说的 是更加像你自己 主让我们这个生命 能够活出公义 活出你自己的美视 也都让我们教会 能够成为一个 在这个城市 继续去见证你的教会 帮助我们 来到去传广你的福音 去到invite 邀请其他人 来到你自己面前 主使用我们 在一个礼拜里面 求你给我们能够尊重 去做好我们的事 做你的见证 祈祷奉着明教 原上帝祝福各位 下个礼拜能够见到大家 一起敬拜